大家好,关注逍遥记,带你感受逍遥世界,感谢观看本视频。 越走越远,只留给他一个美丽而孤单的背影。 他靠着一棵大树,剧烈喘息着,手无力垂下,他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和师姐的命运。 他希望师姐不要与金家联姻,可是师姐要追求他的幸福,他有何立场阻止? 他已经判出云梦僵势,为正道所不容。 他梦见自己回到了乱葬岗,一草一木都那么熟悉,那么逼真,仿佛他后世的重生是一场梦。 此刻乱葬岗开垦荒地才是他的现实生活。 他再次梦见不夜天的围剿,他一个人势单力薄与全世界对抗。 他们总是看不惯他,要逼他交出阴火符,想除他而后快。 但他不想认输,因为他根本没有错,没有一个人理解他,没有一个人相信他,除了可亲可爱的师姐。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生鼎音害死了很多人,杀了师姐,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在他的头上。 然而,师姐的死,他难辞其咎,师姐是怕他受到伤害前来找他的,却为他而死。 师姐并不怪他的轨道竖法,间接害死了自己的丈夫。 他知道他的阿仙是不会这么做的。 他的阿仙是那么善良、正义、峡谷担心的一个人。 他的阿仙是一个宁愿自己吃亏,也不愿让别人吃亏的人。 他太了解他了。 他怕他被有心人算计,怕他被刻意针对,故而前来寻他。 你看,就算他是人人喊的,无恶不作的大魔头,也依然有人无条件地相信他。 把他当作孩子一样疼爱,对不对? 纵然不被正道所容,他依然是值得被爱,被信任的,对不对? 为了这样一个无条件信任自己的人,他是可以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的,对不对? 师姐不仅是师姐,还是他内心深处的母亲,给了他无微不止的牵挂与关怀。 只要有师姐在,他就可以偷懒,就可以孩子气地撒娇。 只有孤独过,逞强过,被生活毒打过,才能深刻地体会到,世界上有一个人让自己撒娇的人,是多么幸福的事。 可是,爱他的人,却为他而死,他的生命之光,灭了。 他能怎么办?他能报复这个世界吗? 能的,因虎福在手,世间无人是他敌手,为了师姐以及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幻想,他并未用尽全力。 但他报复了世界,又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余生? 有谁能化解他的悔恨与忧愁? 有谁能给他指一条通往光明的路? 有谁能给他活下去的勇气? 他一个心性简单的人,只能做快乐之事,那些负面情绪要比死还难受。 直到此时才发现,他所谓的离经叛道只浮于表面,他骨子里才是那个真正被正统道法约束的人呢。 他根本做不到厚颜无耻赖活在世界上啊。 他看了看那个悬崖,够高,够他了结了自己,但他不能留下阴虎福祸害人间,他要毁了他,将他一分为二。 果然,很多人争抢他,那些以正道自居的人,此时此刻却在抢他的阴虎福,多么讽刺的一件事。 他忽然使坏了,无牵无挂,无爱无恨,匹肤无罪,怀避其罪,你们不就是要阴虎福吗? 待会儿去黄泉路上,朝师姐赔罪吧。 他笑了笑,张开双臂,朝悬崖坠去。 卫英,卫英。 忽然有人在叫他,声嘶力竭,惊恐万分地呼喊他,用力抓住了他的手。 他抬眼一看,原来是蓝湛。 卫英,回来吧。 蓝湛的声音近乎哀求,满身是血,一身白衣斑斑点点,全然没有平时的雅正高贵。 他想起来了,他吹笛时,有人在旁边护着他。 那人好像是蓝湛,刚才只顾着伤心,竟把蓝湛抛出脑后了。 蓝湛。 魏无羡有莫名的动容,那一瞬间,他脑海中闪过一丝念头。 还有人舍不得我,我是否该舍弃这个世界? 卫英,回来吧。 蓝湛的双目布上了血丝,重复着这句话,声音都是颤抖的。 卫无羡听出了他的害怕,正在此时,江城赶来,要跟他算账,是他害死了师姐。 卫无羡虚弱地笑了笑,挣脱了蓝湛的手。 卫英。 有风从耳边呼啸而过,将蓝湛的呼唤带去了远方,再去另外一个世界。 我先走了,来生,再做知己。 卫无羡闭上眼睛。 卫英。 卫英。 怎么还有人呼唤他? 奇怪,他已经死去很多年,为什么还有人在呼唤他?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,原来是梦。 一张俊美如玉雕的脸映入眼帘,浅色的琉璃毛子满是担忧,窗外艳阳高照,已是卯实。 蓝湛,你没出去。 卫无羡揉入眼睛,有点干涩,两侧脸颊硬邦邦的,一摸,又不明液体粘在手里,竟然在梦里哭了。 卫英,可是做噩梦啊。 视作了一场噩梦,梦见了师姐。 卫无羡笑了笑,撑着胳膊坐了起来。 蓝忘机取了一个脸盆打了些水,再取了一条面筋,沾沾水,拧干。 细细给她擦脸,动作极为轻柔。 卫无羡闲闭上眼睛,任由她柔远搓扁,握住她的手套。 蓝湛,我小时候,只要一有不开心,就向师姐撒娇,她一哄我,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 我以前很顽皮的,爬树,捉鱼打架,总会受点小伤,每次都是师姐照顾我。 她明明,也就比我大一两岁,怎么就那么依赖她呢? 她一死,我的整个世界都毁灭了。 但忘记放下面筋,清了清她的额头,伸手将她搂在怀里。 忘记过去,以后,有我照顾你。 卫无羡闲趴在她胸口,听到她的心脏传来有节律的跳动,心头一暖。 我本是一个孤单的小孩,因为师姐的包容与疼爱,我长成了天赋夜饼,快乐潇洒的模样,仿佛从来没有受过伤。 她死后,我的世界一片黑暗,我很害怕。 可是后来,我的世界又亮了,因为有一个人替代了世界,可以让我继续做快乐的小孩。 我会继续做快乐的小孩。 我会继续做快乐的小孩。